要喝前景水联盟的妈妈们今天开记者会 支出检测各工厂排放的废水 工业废水的却污染了饮用水 希望新竹县长参选人能积极回应联盟诉求 未来将再次联系拜访 要求候选人以影片行事公开对人民饮用水安全表态 对此民国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莹说 他在行动联盟拜会时集签下承诺书 目标就是和大家一起建立永续安全的新竹县 未来无论是在环境或是饮水 都希望要加强保护 徐新莹说 过去萧里希造科技大厂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水源 他已有成功推动萧里希工业零排放的经验 让两大科技厂不再排放废水污染河川 早在今年三月 他也亲自走访头前西上游的陆遥坑西 关心水源水质的情况 因此无论在公务单位 厂商 公民团体的互动合作上 都很有经验 未来会持续创造开放合作的平台 正和工部门 民众 公民团体的力量 让厂商 民众 环境都能获得三赢 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杨文科表示 提供安全无余的饮用水是政府责任无旁贷的工作 他愿意创纳各方的意见 通盘检讨 尽速解决饮用水的问题 对于签署喝好水也乐观其成 全力配合 感谢联盟对安全饮水议题的努力与付出 目前最重要的是尽速先处理掉逐动掩埋场的暂制垃圾 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民进党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方回应 日前 他已与联盟会面详谈 针对该团体的诉求 他目前已向中央相关部会请易解决方式 并承诺 当选后会协调中央的资源 保障新竹县民使用水资源的权益 郑朝方指出 签署 只需要几秒钟 有些候选人 过去拥有公职身份 却也没能好好处理新竹县的水资源问题 身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他耗费心力与时间向中央请易 穿梭 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行政资源 在国土计划的架构下 希望提出宏观的水资源治理 和按规划的政策 来好好处理新竹县的环境问题 无党级新竹县长参选人叶芳栋说 他会签下承诺书 头前膝旁的工业厂商 应可以设置专区 避免工业废水流入头前膝 要喝前净水联盟的妈妈们 今天开记者会 支出检测各工厂排放的废水 工业废水的却污染了饮用水 希望新竹县长参选人 能积极回应联盟诉求 记者郭正芬摄影 分享